黑衣男手拿菜刀在路上晃啊晃 還不小心掉落在地 當下一對情侶從旁經過 不敢靠得太近 黑衣男卻拿著菜刀突然回頭 就怕被波及 讓情侶兩人嚇得當場跳開 只能驚恐未定站在路旁 就在台北市西門町商圈 一旁有許多的餐廳跟電影院 平時有不熟的逛街人潮 遇上假日人更多 男子當街持刀嚇壞路過民眾 然後就走 然後迎面而來還有路人 因為石窗友人啊 你去跟他打 我們也受聯誉 他也受聯誉 可怕是一定有 警方調查49歲李姓男子 有切到前科 公春不爽當天被人嗆瞎 竟然氣得衝回家拿刀 疑似要找人理論 但刀子直接露在外面 完全沒有包覆下懷路人 儘管事後他向警方公稱 自己要去磨刀 還是被醫設為法辦 我經其指認在其機車的後座 查扣菜刀一把 李蘭既然已經返家 即可在家磨刀 無需特地到公共場所 李蘭所述 顯無正當理由 明明都已經回到家 這說辭警方當然無法接受 雖然當下他沒有揮舞的動作 但拿著一把菜刀 大搖大擺逛新門町 在這人擠人的聲泉 也引發民眾恐慌 TVB秀 黃金國基安曼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